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紐約時報就登了一宗非常轟動的消息出來 根據他們的報導所說 就說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 要禁止全體中共黨員和他們的家屬入境美國 而在今天 路透社也對這宗消息進行了跟進的報導 我們首先看看到底紐約時報還說了些什麼 他們就說 仍然在起草階段的總統公告 還有可能會授權美國政府 撤銷那些已經在美國的中共黨員及其家屬的簽證 從而將他們驅逐出境 有些幕僚更建議 要限制中國人民解放軍成員 和國有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前往美國 據四名知情人士向《紐約時報》所說 就說這些計劃的細節還未最終拍板烤定 特朗普可能最終還會拒絕這些計劃 雖然為了競續連任 特朗普和他的競選團隊 一直都刻意地樹立他對於中國的強硬形象 其實這些事情都並不新鮮 在過去三、四屆美國總統大選以前 兩黨的候選人都在鬥一件事 就是要向選民展示出他們對中國的強硬態度 只不過除了特朗普上台之後 真的對華強硬以外 另外那些上到台之後 就變成了另一個模樣 現在雙方又在鬥強硬 實情拜登經常露餡 包括他在較早前出席一場網上籌款活動的時候 在演講期間竟然引述了一句無語錄 叫做婦女能頂半邊天 當然被大量美國網民極盡嘲諷之能事 甚至約稱他為China Joe 實情他不引用這句話也可以 故意引用究竟他的居心如何 真是不清楚他自己才知道 只不過拜登一方面要跟特朗普在對華態度方面鬥強硬 一方面在演講時引述無語錄 大哥 你說話也要有多少連貫性才行 你也要說服到選民才行 不過不要緊 拜登目前在美國的民望仍然領先很多 接著說回《紐約時報》那篇報導 他們說實際操作上其實是會有困難 若然這個制裁措施真的落實的話 因為美國根本上沒有辦法立即確認得到黨員身份 去阻止他們入境或者驅逐已經在美國居住的黨員 因為他們根本上沒有掌握到中共那份黨員名單 而根據《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所引述 中共黨員最新的數字已經達到九千三百萬人 如果美國實施這個政策的話 他們都很難去分辨 另外這篇報導還說到 近幾個月來 特朗普政府的高層官員 試圖將中共黨員和其他中國人區分開來 說中共必須為他的行為遭到懲罰 並且要挫敗中共的全球野心 然後《路透社》又如何說 《路透社》今天做了一個報導 裡面提到有一點 就是《紐約時報》都沒有提及過 有消息人士跟《路透社》說 美國多個聯邦機構的官員都在考慮 是否要禁止中共黨員的子女在美國的高等院後走 正如《紐約時報》那篇報導 他們所關注的下觀點是一樣 就是美國根本不知道 中共究竟有哪九千三百多萬個黨員 知名的那些你一定知道 但是 九千三百多萬個黨員你知了多少 又分佈了這麼多個市園 所以 他說要禁止黨員子女在高校就讀 其實很難去分辨 除非通過一個所謂的舉報 但是由於美國政府根本沒有掌握到那份名冊 故此 舉報有可能會遭到惡意的濫用 可能是有舉報 不是有舉報 那你到時怎樣去查證呢 這也是相當困難的 不過這就是由美國政府自己去想 只不過 這個消息傳出以後 就已經足夠令到 那些已經在美國定居的海外華人 就擔心一番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根據Google的大數據顯示 當《紐約時報》那宗消息傳出以後 竟然間 在Google的搜尋引擎上 搜查退黨這個關鍵字的數量 就是暴增的 急升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即是升了1.5倍 那究竟這些人是哪些去查呢 那一定就是海外華人去查 首先這個是可以確定的 因為牆內的人 根本上就不能夠翻牆去查 對不對 首先他要看到《紐約時報》 也要隔天才知道那宗消息 對不對 故此一定就是居住在海外的華人 他們就是首先知道這宗 故此就去查 當然到底是否黨員 值得相確 可能那些無聊人去查 也不知道 什麼人去查也不知道 反正一定是居住在海外 尤其是美國華僑者去查 這個是百分之百可以確實 到底為什麼他們要查這些字眼呢 大家要去自行聯想一下 這宗消息傳到中國以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連續兩天都在記者會上有所反駁 他今天就說到 若然這個消息是屬實的話 美方無疑就是公然地 選擇和14億的中國人民作對 公然站在佔了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 中國人民的對立面 這是完全違背了中美兩國人民的意願 和二十一世紀的潮流 非常荒唐 到底什麼是二十一世紀的潮流 華春瑩就沒有在記者會上再作表述 反正他這些說話其實都沒有什麼新鮮感 而且都是一堆黑板的政治套語 反而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今天下午出的一篇文章 其實是反駁紐約時報那篇報道的 他那篇文章的標題就是 說今天要給美國人上課 究竟中國共產黨是誰呢 這個標題 他裏頭有三個重點 第一點他先提到 說中共的黨員人數龐大 他就說 先說一下中共有九千三百萬黨員 意味著什麼 這支隊伍的龐大程度 是西方人沒有辦法想像的 九千三百萬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 他比起德國的總人口還要多 如果美國制裁的目標 還包括這九千三百萬中共黨員的家屬 只算他的配偶 子女和父母 加起來至少有三億人 和美國的總人口相當 如果算外父外母兄弟姐妹 和他們的家人 大概有一半的中國人都要包括 中共黨員只是親屬關係 聯繫到半個中國社會 因此無論是國家還是人民 中共黨員都是以西方政治學的詞彙 無法描述的深入程度 融入其中 這一段其實胡錫進 表達了兩個重要的訊息 第一他其實就是反駁 美國如果真的搞過一套入境限制 那個可行性就是存疑 因為如果要按起來 分分鐘就要按一半的中國人民入境 這就是他想表達的 第二他就是想說到 中共和中國 中共和中國人民 已經深入地交融在一起 其實他這個訊息 就是要駁斥紐約時報的其中一個論點 就是美國有些高層的官員 嘗試將中共黨員和其他中國人區分起來 胡錫進是表達了否定的訊息 他下面有一段其實就是在說這 他說 主張把中國從中國和中國人民中間摘出來 並且對中共進行精準打擊 這是美國少數執政精英的幻想和鼓劃 和所有中共黨員作對 毫無疑問就是和中國人民作對 是要打擊中國社會 謀發展促進部最誠宠的部分 所以這裡說到 中共和中國 中共和中國人民的關係 就是物不可分的 而且可以說是捆綁在一起 但是紐約時報的報導 正正就是有些美國官員 嘗試想把這兩個概念 拆分 故此 胡錫進這篇文章 其實就是在駁斥紐約時報 好了 最後一點 他就說到底有什麼實際意義 胡錫進老虎就說 至少近這一兩年 除了特殊情況之外 很少會有中國人願意到美國 因為美國深陷疫情當中 已經成為全球最嚴重的疫區 未來很長的時間 恐怕難有好轉 他說至少一兩年都沒有人會去 而且他就說必須指出 公然將世界往冷戰推 是一種反人類的犯罪 歷史又不是盲老 這樣可以瘋狂地獨化二十一世紀 一定是會遭到報應 最後那句就有多少政治不正確 因為報應就是源自佛教 佛家的觀念 中共照的無神論應該是沒有報應的概念 不知道為什麼老虎 胡總會用上了這個詞彙 反正他想表達的意思就是 美國媒體報導當中 醞釀的對中共黨員的制裁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 將會毫無意義 因為他說沒有人去 實情是否完全沒有人去呢 似乎又不是 現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航班 每個星期就算只有幾班都好 都照樣有人坐 那些難度不是人嗎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